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现在开始 当你离开时 一定要记得关掉 知道了啦 罗姨 接招吧 机会来了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水弹 你这样可是犯规啊 罗姨 哪有什么犯规不犯规 我抓住 波斯奇 你好 兄弟 等了很久了吧 哇 终于收到了 我就知道这本书你等了很久 一到货我马上就给你送过来了 祝你读得开心哦 谢谢你 波斯提 你在干嘛呢 有本事来打我 比特 你耍赖皮 真受不了你们 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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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你 我的树都被你弄湿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们来帮你把树给晾干吧 兄弟 你说真的 别担心 放心吧 我明天会弄得像新的一样 拿来吧 一定要帮我弄好啊 瞧你 你打算怎么把它弄干呢 这个嘛 啊 放洗衣机里去吧 什么 洗衣机 瞧你 你可真是个天才 那就赶快试试吧 停 停下来 停下来 快快停下来 好像不行啊 放进吐司机里试试吧 吐司机是热的 应该会干得快 这个办法不错 比特 你真是好聪明啊 这点小事难不倒啊 好香啊 好香啊 看到吐司机好想吃面包啊 比特 水 水 这个怎么办 今天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生气的 有啦 用暖风吹一吹 应该很快就会干啦 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小妮 我搞了吗 我饿了 还差一点就好了 怎么回事 好啦 没事 看起来好好吃啊 不许吃 毕特 给我吃一口吧 给我 你给我 好白眉 起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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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你家怎么起火了 孩子们 那边危险 站在这里不要动 这 哎 你们都没有受伤吧 我们没事 太谢谢你了罗姨 孩子们 千万不可以开着家用电器 人就走开哦 家用电器如果过热 可能会引发火灾 外出或者暂时离开时 一定要关掉电源 取暖设备的周围温度较高 不小心也会引起火灾 所以周围 请不要摆放一些易燃物品 使用电器时 请按照使用说明来使用 原来是这样 你们两个 我的书怎么样了 该不会是在火里被烧掉了吧 别担心心地 我把它从火里救出来了 真的吗 不要吓到哦 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这个吗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对不起 今天的作业是制作我们社区的交通安全地图 大家知道吧 安全地图太难了 就是我们怎么会做地图哦 一点都不难 就是从家到学校要过几条马路 路上有没有红绿灯 这些路安全还是不安全 把这些标在地图上就可以了 这太不难 这是如果做得好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五朵小红花 五朵呢 哇 真的吗 所以我们要加油哦 知道了吗 知道了 那我们都先回家 一会儿在学校见面 好 多奇 比比谁先回到学校 比就比 慢点 那你们没办法 我肯定先到 多奇没戏 这条路有红绿灯 人行道距离比较短 是安全的 好香啊 这条路上有家面包店 是非常安全的 嘿嘿嘿 怎么还不变灯啊 这里 预备 起 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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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这里 所以这样不行 啊 啊 啊 差一点儿出事儿 这里比较容易出事故 所以有点儿危险 过马路的时候 得举起手 还要看看车 有没有停稳 哦 姑姑眼里还在施工呢 哎 说好明天要踢球的 这里施工 去哪儿踢呢 哦 哦 啊 啊 啊 多奇 没事吧 你怎么站在我的后面呢 那是汽车的死角区 很危险 哦 死角区 哦 无论是什么车 都有驾驶员看不到的地方 这叫死角区 也叫视线盲区 车越大 死角区就越大 小朋友个子比较小 站在死角区 驾驶员会看不到 要是球滚到车底下该怎么办 那就请驾驶员或者周围的大人帮忙 一个人试着去拿球的话 万一车开动了 会很危险 啊 就是这里 当铺 公园什么时候能修好 彼得说 可能还要再修五天左右 这样啊 还要五天 谢谢你当铺 路上小心 多奇 你这家伙 给我退号 你说什么 我先过去 我先来的 让我先过去 我先过去 你给我让开 想起来了 哥哥 你要去哪儿 从这条路走 我去奶奶家比较近 这条路不好 这都离我们好近啊 我说你退一下 是我先过来的 你说什么 要退也是你退 你长眼没有 是我先过来的 你让开 让开 这条路真的不安全 就算多走些 也要找条安全的 快点 这个人行横道 没有红绿灯 得格外小心 修好咯 找到了 我爹 就差一点 孩子们 什么事啊 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你好 Poly 我们还有作业 所以回来了 作业 哪条路是安全的 哪条路是不安全的 一目了然 真不错 你们做的地图 很有用 再多几张这样的地图 我只会交通都省事了 谢谢 波丽 可是多奇 你为什么觉得 这条路是安全的呢 因为那里卖好吃的面包 什么 面包 我最喜欢的 就是面包了 就知道吃 这条路对你来说 应该是最最危险的吧 为什么 你只想着面包 哪还有心思看车呀 有道理 小朋友 你们也试着和家人一起 制作一张常用的 交通安全地图吧 危险的自行车比赛 到了 坐得好啊 车车 怎么样 瞧你 我赢了哦 我今天状态不好 是故意让着你的 明天再比比看 什么 现在是谁让着谁呢 你以为明天你就能赢吗 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瞧你这家伙怎么还不来啊 别动 那是什么 你居然买了自行车 你耍赖 谁耍赖了 你该不会是害怕了 怕输给我吧 谁说我会输的 这次你要是再输了 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 好啊 今天就好好比试比试 很好 那就比比看 谁先到市政厅广场前 好啊 一 二 三 怎么样啊 那我先走了 你慢慢来吧 小蜗牛 江泥这个家伙 我才不会输给你呢 吓我一跳 小心点 对不起了 你在干嘛呢 叔叔您好啊 这瞧你 叔叔 那就再见啦 小心点 走这边倒是能抄近路 怎么办呢 管不了那么多了 那不是比特吗 那不是比特吗 那样做很容易出事的 比特以为自己有多厉害呢 怎么能赢得过自行车呢 哈哈哈哈 我先走一步了 这怎么可能 紧张一下 吓我一跳 这是怎么回事啊 快让开 让开 你们两个家伙 接过一下 解过一下 我也要过 我也要过 那多危险啊 成了 你们两个 给我站住别偷 你这家伙 来 你这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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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东西啊 又是我赢了 哇 哇 哇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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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带护具就骑自行车或者滑板车,很容易会受伤。 所以骑之前,一定要带好护具保护自己。 在工地、机动车道,人多的地方骑车很危险。 一定要在专用车道或广场、公园等安全的地方骑行。 骑车时炫车技,不你追我赶很危险。 一定要慢慢骑,注意安全。 都记住了吗? 嗯,记住了,玻璃。 你们两个骄傲我。 都怪你们两个把工地搞得乱七八糟。 啊,我们快跑。 啊,给我站住。 给我过来。 啊,对不起了,我们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停下来,趴下去,打滚。 如果衣服着火了,现在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吧。 是。 乔尼,起火了,你背后起火了。 啊,哪里,哪里,救命啊。 啊,救命啊,救命啊。 comedy啊。 史上,的目标呀。 毕特。 乔尼。 当身上的衣服着火时,要怎么坐来着。 哦,就是那个啊。 乔尼,看好了。 首先不要慌张,停下来,遮住脸,捂住口鼻,趴在地上,然后不断地滚动身体。 知道了吧 千万不要忘记哦 好的 我记住了 好了 今天的培训就到这里 万圣节快乐 哇 用烤翅了 哇 成妮 你真像个吸血鬼 好酷啊 你看起来也挺像的嘛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啊 不给糖就导弹 哦 彼特强尼 你们今天打扮得好酷啊 来 这是给你们的 万圣节快乐 哇 谢谢你 哈哈 来 万圣节快乐 万圣节快乐 哈哈 不给糖就导弹 啊 哈哈 哈哈 哎 是我 什么嘛 原来是你们呀 哈哈 吓了我一大跳 我们也要糖果 哈哈 万圣节快乐 彼特 抢你 哈哈 谢谢 海力呢 哼 我才不给你们呢 不给糖果的话 我们就吃掉你 哎 呃 好不好吧 我给你们就是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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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糖就导弹 啊 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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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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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糖就导弹 哇 呵呵 你们今天好酷啊 不给糖就导弹 不给糖就导弹 呵呵 两个可爱的小家伙 拿好咯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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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吗 请问 有人在吗 哇 好多糖果 哇 呵呵 呵呵 现在的孩子都好胆小啊 哎呦 真是的 我居然上当了 呵呵呵 小看我比特 是会吃大亏的 这么多的糖果 这下够我们吃一个月的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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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大啊 超级大糖果 厉害吧 哦 我也要超级大糖果啊 啊 瞧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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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别动 差点就出大事了 强妮 刚才真的好害怕呀 当身上的衣服着火时 不要慌张 要停在原地 身体动得越厉害 火势就会越大 所以千万不要跑 先用手遮住脸 如果吸入烟气 就会有危险的 所以同时捂住口鼻后 趴在地上打滚 就可以把火熄灭 被火烧过的衣服 可能会粘在皮肤上 所以请不要随便脱掉 遇到这种情况 请向大人们寻求帮助 原来是这样 那么当身上的衣服着火时 我们要怎么做呢 停下来 趴下去 打滚 非常好 根据今天学的能够沉着应对 应该奖励一下 超级大疼火 罗姨 谢谢你 天黑出行可要当心哦 手电筒 饮料 地图 巧克力 多奇 你想到的怎么都是吃的 这种时候 哪能少得了吃的呀 真拿你没办法 还不回家干嘛 这是什么 这是个秘密 秘密 那我只好告诉老师去咯 别告诉你 说啊 今天晚上我们要去看烟火虫 咱们这里有烟火虫吗 听说猫头鹰树林里有烟火虫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去探险 那好 我也跟你们去 你 我们可是去探险 所以啊 我才要陪你们去啊 就你们两个 我不放心 什么 这样 那我再准备一份吃的 哥哥 你去哪儿 这是什么 我来了 来了 你迟到了十分钟 对不起 我们先看一下地图吧 知道了 多奇 手电筒呢 照一下 在这儿 多奇 怎么搞的 这是火腿肠 奇怪了 怎么办呢 好像忘带了 怎么丢三落四的 看完地图呢 没有啊 什么 没有地图 怎么去探险 我明明放在书包里了 我看 我们还是回家吧 等一下 别担心 我知道怎么去 真的吗 当然了 跟我来吧 探险 开始喽 凯文不见了 凯文不见了 苏西说 看见哥哥背着包出门了 嗯 这个是哥哥掉在地上的 哦 这是什么图啊 像是地图 你们看 这里是不是 这猫头鹰树林真让人害怕 天呐 有钱灯坏了 这另一个还没有坏 我得赶快离开这里 凯文 这路对吗 我们已经走了好远了 应该是快到了 哪有萤火虫 说不定一会看到个大怪兽 什么 大怪兽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多奇 你看那儿 哪是 是 是烟火虫 我说的对吧 快去看看 等一下 烟火虫有那么大吗 这的确不像烟火虫 难 难道是 哦 我找到孩子们了 啊 停啊 危险 撕补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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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 斯普奇 差点出大事 天这么黑 你还开得那么快 我太害怕了 所以才 孩子们 对不起 没关系 斯普奇 你们在走夜路的时候 也应该多加小心才是 晚上因为天黑 汽车和行人都会看不清前方 行人穿亮色的衣服 或者穿有反光条纹的衣服时 容易被驾驶员发现 这样才安全 还有 如果对面有车过来 不要慌张 先靠边停下 等车开过去再走 这样 对于驾驶员和行人来说 都是比较安全的 更重要的是 天黑以后 不能瞒着父母 偷偷地出门 因为天黑以后 平时非常熟悉的路 也会变得陌生 粉碎迷路 知道了 好了 回家吧 爸爸妈妈正等你们呢 好 好 好 哇 螢火虫 螢火虫 真漂亮哦 我们找到螢火虫了 下大雨时要小心 哇 是蓝蝴蝶啊 真漂亮 那是什么 原来是鸟蛋 看来是找不到妈妈了 怎么办呢 有了 幸好鸟蛋没事 查尔斯 真的吗 可是没有鸟妈妈 鸟宝宝自己 很难活下来的 那么 我来照顾它吧 查尔斯 饲养野生动物 可没你想的那么容易 我可以的 我会认真照顾它的 鸟妈 求你了 好吧 那我们也一起帮你 真的吗 谢谢你们 鸟出来了 出来了 看起来挺健康的 真是太可爱了 你好啊 曼曼 很好 曼曼非常健康 真是太好了 多吃点啊 曼曼 曼曼 好痒啊 用力展开翅膀 就像这样 曼曼 你可以的 抠腾抠腾 曼曼 没事吧 打起精神来 伙伴们 紧急情况 天天预报说 今天会有一场大暴雨 希望小镇 不会遭受什么损失 巡查一下 看是否有潜在危险 小军 你赶紧向居民们 发出暴雨警报 我们去巡查 看哪里存在危险 那就拜托了伙伴们 曼曼 曼曼 吓坏了吧 没事的 雨很快就会停的 不要啊 河水上涨得太快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什么声音啊 查尔斯 救命啊 出什么事了 海力 伙伴们 紧急情况 查尔斯和曼曼 随着河水向下游飘去 你说什么 知道了 我们马上就赶去河边 大家抓紧时间 嗯 快来人啊 快来救救我们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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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海力 查尔斯 你先坚持一下 救援盾很快就来了 查尔斯 来了 查尔斯 我们现在救你上来 好的 查尔斯 查尔斯 快上来 小心点 知道了 查尔斯 我知道你是不放心满满 那刚才太危险了 是的 不过谢谢你们救了我 像今天这种暴雨天气 我来告诉大家 我来告诉大家要怎么做 平时要注意收听天气预报 下大雨的时候最好不要外出 如果刚好在户外 一定不要待在河流附近 一旦水位上涨很容易被冲走 没错 真没想到河水会这么可怕 发洪水的时候 要尽快躲避到高处 为了避免出电 要远离电线杆和木灯 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以后我会小心的 谢谢你们了 加油啊 慢慢 你可以做到的 慢慢 慢慢 飞起来了 你真的太棒了 慢慢 不能用水灭的火 插尔斯 我都做完了 你呢 哦 我也快忙完了 哇 嘿 打扫完毕 哦 你们在干嘛 还不是都怪你 是吗 对不起对不起 我都打扫完了 你们快进来吧 呀哼 哈哈 等我一下 刷完这一点就好了 哎 可以了 嘿 你看 超级飞龙全套一共七册 这个是我的头号宝贝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你看 我带来了最新款的掌上游戏机 咳 让你尝尝我的超级飞龙的厉害 哇 这是什么啊 查尔斯 这个是油灯 这个看起来好古老啊 哦 嗯 这是我爷爷很久以前用过的 那这个呢 那是望远镜 哇 哇 查尔斯 这个是什么 那是我的一号宝贝 业余无线电 业余 就是指 我把无线电当成一种兴趣爱好 有了这个 可以跟住在地球另一边的朋友们联系 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收到外星人的信号呢 外星人 我们试试吧 呼叫外星人 呼叫外星人 完毕 什么 外星人 这里是救援指挥中心 完毕 你们听 是救援指挥中心 这是查尔斯的声音吧 是的 我是查尔斯 我们在彼得家建了一个秘密基地 哇 哇 好棒 谢谢夸奖 欢迎大家来玩哦 知道啦 既然收到邀请 是不是应该抽空过去看看 是啊 呼叫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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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怎么搞的 怎么收不到的信号 外星人的信号 是我的肚子发出的声音 比特 我也饿了 是吗 那就拿出我们的应急储备吧 应急储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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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在这里的灵石到哪儿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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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快走开 起火了 不要 我的八卦叔 孩子们 该吃饭了 彼特 你们 起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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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加冒烟了 糟糕 孩子们 出什么事了 不容易 有动起火了 我们消水灭火 被想到火势反而更大了 你说什么 我知道了 大家先让开 幸好你们都平安无事 孩子们 如果再遇到像这种油泪着火的情况 千万不要浇水灭火 为什么 油泪引发的火灾用水是无法扑灭的 如果用水去扑救反而会让火石变大 从而造成更加危险的状况 像这种火灾请使用灭火器灭火 或者是撒上沙子来扑灭火 油泪引发的火灾 比较常见的 是做菜时油锅起火 或者是烧油的取暖设备起火 原来这样 看来我得小心才是 谢谢你 罗姨 谢谢你 罗姨 我们也会小心的 好不容易才建好的秘密基地 我的游戏机也被烧了 还有我的业余无线电 什么声音 难道是 肯定是外星人 终于收到外星人的信号了 好 加油 侯学黑啊 从哪弄来的 嘿嘿 为了买它 我不知道求了妈妈多少次呢 哇 让我试试 哦 不错嘛 新的就是新的 嘿 你干嘛 新球都让你给弄脏了 这球买来就是用来踢的嘛 说得倒也是 好吧 你来抢啊 那还不容易 多奇 去公园吧 好 你把球撞到哪去了 在那 吓死我了 我的球 刚才吓我一跳 你怎么能再撤到附近踢球呢 多危险 凯文 我的球 是这样啊 凯文很伤心吧 是啊 球坏了是可惜 不过幸好没出大事 那球是凯文的宝贝 他可难过了 你说怎么办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说说 我觉得 嗯 好了 不好了 这是什么呀 行了 谁让你那么不小心 这回要记住 不要在车道边玩球 哦 我们知道了 嗯 球给我 不行 多奇 小心球又滚到车道上去了 好的 听你的 这么拿的球走真没意思 给我 给我 我来拿吧 不要 还是我来吧 给我吧 我自己来 站住 别跑 坏了 不知凯文和多奇 他们回家了没有 不行 危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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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文 你没事吧 嗯 谢谢你 佛里 凯文 多奇 早上就是因为这个球差点出事吧 我知道 这次我们本来想好好拿着它的 凯文 嗯 球没了可以再买 生命可只有一次啊 嗯 哦 以后踢球的时候 你们得注意这几点 嗯 嗯 第一 不要再有汽车经过的地方踢球 要在公园等安全的地方踢 踢球的时候 注意不到周围有没有车 在车道附近玩很危险 第二 如果球滚到了车道上 千万别跑到车道上去捡球 要等球滚到马路对面再去捡 或者 请周围的大人帮忙捡 知道了 玻璃 还有一件事 噔噔 这是什么玻璃 这是球袋 袋球出门的时候 要把球装在这样的袋子里面 就不用担心球毁掉了 也用不着冒险去车道捡球了 如果没有球袋 也可以用大点的塑料袋来装球 给你凯文 送给你了 哇 真的 哇 里面还有新球呢 哇 新球哦 谢谢你玻璃 别谢我 这是邓普给你的 邓普 他说早上弄坏了你的球 真的很抱歉 谢谢邓普 谢谢邓普 我踢了 接球 好嘞 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拍摄 我来啦 好 哈哈哈 露西 迷路了 爸爸 快点啊 快点 露西 牵着爸爸的手 一起走吧 来不及了 演出快要开始了 露西 走慢点啊 等等我 白雪公主舞台剧的人气 真的是好高啊 海莉 今天看剧的人很多 为了保障这里的安全 我们巡查一下剧场周边吧 没问题啊 安巴 白雪公主殿下 您要不要尝一尝 这个新鲜的苹果呢 哎呀 看起来很好吃呢 别吃 这是一个毒苹果 爸爸 白雪公主殿下可怎么办 别担心露西 不会有事的 哦 白雪公主 你快醒醒啊 哇 哥哥哥哥哥 公主殿下活过来了 是吗 我们是该回家了吗 哈哈哈哈 再见啦 路上小心 大家再见喽 哈哈哈哈哈哈 哇哈哈哈哈 爸爸 简直是太太太太太太好看了 那下次带上妈妈一起来看 好啊 爸爸 洗手间在哪儿啊 我 我快要憋不住了 洗手间吗 在那边 一起去吧 哦 那是白雪公主啊 公主姐姐 呃 憋不住了 哦 露西 你不想去洗手间吗 哦 露西 露西 你在哪儿 明天就没有夜场了 谢天谢地啊 白雪公主殿下 哈哈哈哈 公主姐姐 嗯 公主姐姐 哦 公主姐姐去哪里了呢 哦 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是不是跑太远了 啊 我看到了 是在那边 那我就走吧 露西 露西 出什么事了吗 出大事了 找不到露西了 什么 找不到露西了 这都怪我没有看好她 您不用担心 我们帮您一起找 我们先在附近这儿找看 好的 知道了 我的名字叫白雪公主 小雪洋拜的白雪公主 哦 哦 肚子好饿 有啦 哦 真好吃 哦 喵 小猫咪 你好 你要不要吃糖果 喵 哦 小猫咪 你等等我 哦 露西 你在哪儿啊 露西 哦 是露西 露西 哦 哦 哦 我的名字不叫露西 哈哈哈哈 对不起啦 露西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 小猫咪 哦 哦 哦 这是什么地方啊 那些气球也不见啊 我应该往哪里走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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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小心一点 这 真是对不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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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路时要注意看路啊 小朋友 东西都撞掉了 哎 真是对不起 啊 爸爸 你在哪里 爸爸 露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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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呢 啊 不好啊 露西 露西 微雪 拜拜 露西 露西 没事吧 爸爸 刚才太危险了 露西 露西 知道爸爸有多担心你吗 嗯 对不起了 爸爸 你没什么事就好 像今天这样 迷路时该怎么办呢 我来告诉大家 在人多的地方 很容易跟父母走散 一定要小心 走路时 要牵着父母的手 如果迷路了 千万不要到处乱跑 站在原地别动 等待父母来找自己 这样比较好 如果附近 有警察局或者消防局 可以进去请求帮助 为了以防万一 要记住自己的名字 父母的联系方式 还有家庭住址 知道了吗露西 是 知道了 安爸 白雪公主在那 白雪公主姐姐 爸爸 我们一起去看白雪公主吧 好啊 一起去吧 公主姐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